这绝对是全职猎人中最受争议的一击 也是大部分人开始讨厌小杰的原因 圣母心泛滥的小杰 竟然将最后一张治疗卡片给了炸弹魔 却让奇亚忍受自己的伤势 不得不说这一招真的是天秀 原来在奇亚三人将炸弹魔都击败了之后 仅剩下三张大天使的气息 一张恢复了小杰的伤势 另一张给了冰死的黑猫 然而就在比诗集进行复制的时候 得知消息之后 果烈奴来到了现场 面对着作恶多端的炸弹魔 他拒绝交换大天使的卡片 因为他认为这些人不配自己拘救 也就在这十一旁的奇亚说话了 边上的小杰更是说明 自己三人在战斗前就决定好了要这么做 无论是谁受伤了都会医治他 接着小杰对奇亚说 随后来到了炸弹魔的面前 他让三人自行决定先救谁 此时边上的黄毛倒是一起 直言自己并无大碍 小杰也明白了黄毛的意思 用掉最后一张大天使的气息 甘叔瞬间就恢复了正常 就在奇亚打算继续寻找卡片的时候 原来在听到奇亚三人的说法之后 他一时间觉得自己的想法那么幼稚 而且本来就打算将卡片都交给他们 包括巴特拉给予的350亿的违约金 也一并告知了三人 俺も40億で手を打った 粘ったんだがな 40億!? ちょっとそれ少し起こしなさいよ 何言ってるんだ 分けるに決まってんだろ 山分けだよ 4人で10億ずつ 不过他也有自己的条件 就是無論如何 三人一定要第一个破关 他们当即表示毫无问题 而拿到了果裂奴的卡片之后 小杰也终于集齐了99张卡片 大家都期待着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随着最后一张卡片插入极卡书之中 一道女生出现在整个岛屿 原来想要得到最后一张卡片 所有玩家都需要参加问答大赛 题目总共100题 都是关于指定卡片的问题 而最高分者就将得到最终的卡片 文言的奇亚自信满满 毕竟自己可是答题小能手 就在这14周突然出现一道道光芒 众多玩家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奇亚三人顿时严正以待 然而这些玩家却只是表示 如果自己等人获得冠军的话 希望他们能够以25亿买下最终卡片 有了巴特拉的赔偿 小杰几人自然满口答应 随后小杰奇亚决定各自参加答题 比诗基则表示自己就不凑这个热闹 而就在众人专心答题之时 阿本加纳来到了炸弹魔的身旁 此时的答题也结束了 最终小杰以87分高居低 众人纷纷来庆祝他 就在这时一只猫头鹰送来的信封 小杰打开后发现赫然是统治者的邀请卡 上面还附带了地图与徽章 于是小杰等人前往了最终之地里美目 而看着离去的几人 阿本加纳发现他们虽然实力有所进步 但是想要击败炸弹魔还是有一定察觉 他们一定是使用了完美的寂寞 随后他拿出磁力库落落 打算先一步前往现实世界 一步下午猫 拜拜